大家好我是WyoZ 各位是否知道曾經有個日本綜藝節目 靠著充滿爭議及奇葩的內容 成為了日本現象級的節目嗎? 它嚴苛的挑戰項目 甚至讓參與的藝人 一度想親身 來結束這個單元 今天要來介紹的就是 日本過去最無視人權的綜藝節目 《前進電播少年》 《前進電播少年》是於1992年7月5日 在日本電視台開播的一檔 非常具有爭議性的綜藝節目 90年代的日本 各種綜藝節目盛行 各個節目的製作人 為了吸引觀眾 可說是無所不用其極 製作出許多無下限的節目企劃 而有看過《電播少年》這個節目的 或是有看過別人講解他其中的單元 就能知道這個節目的單元企劃都非常的荒唐 但越荒唐越無下限的節目 往往觀眾也最愛看 這也讓《電播少年》在開播後 吸引了大量的粉絲 但你知道 最早《電播少年》其實是為了電檔期 而意外誕生的綜藝節目嗎? 原先電視台這時段是在放送 《小男小內》with Shalala 因為主持人《小男小內》當時要拍攝一部戲劇電影 所以不能繼續主持 節目只好停播 而當時的電視台就要製作人 《突兀閩南》 趕緊做一檔節目 先填充這時段的空檔 後來他就在複視電視台的節目中 看上了藝人 松本明子 與松村邦宏 要他們來當主持人 也因為《突兀閩南》不認識他們兩人 也認為沒有人會為了他們來特地看節目 所以就直接用他們的臉 合成出了逗趣的C劇開頭畫面 因而電播少年的片頭 才會看到兩顆頭在那邊飄 而最早節目的名稱是佔定為你做得到 後來編劇又想了一個具有爭議性的名字 怪傑點播異計 異計這個字眼馬上就遭到打槍 結果編劇又隨口說了 點播將軍這個名字 然後《突兀閩南》就把日文的將軍 聽成了少年 當下就覺得點播少年非常的讚 最後就使用了前進點播少年這個名字 起初節目只有暫定播出兩個月 也沒有做太多的宣傳直接開播 甚至連個攝影棚都沒有 用的是CG背景 然後把主持人給披上去 時不時還會用特效把主持人的頭給防達 現在看似簡陋 但在當時可說是相當先進的拍攝手法 最早期的節目企劃 都是採用無預約來賓的方式進行拍攝 製作組每集都不會特別去請來賓 而是讓主持人在街頭或者是名人工作的地方 出其不意的攔截 強行讓他們上節目 然後再對他們提出各種要求 節目鎖定的嘉賓 基本上都是名人或政治人物 這種突襲歹人的方式 也讓主持人松村幫紅 經常被保安或是警察給拖走 哇!!!! 不過最後這些名人 還是會欣然的接受拍攝 這樣沒劇本的即興演出 也讓節目開播後有了不錯的成績 但也出現了不少的反彈聲浪 因為這個企劃讓很多的藝人感到不安 所以接到了非常多的投訴 不少觀眾也認為製作組非常不尊重他人 不過這樣充滿爭議風格的電播少年 一播就是播到1994年 然後成為了日本電視台的獨立節目 1995年以後 除了松村和松本之外 開始有了其他人氣藝人參與了節目 這也讓松村邦紅的位置逐漸被取代 到了1996年4月 這座組開始籌備新的企劃 開放徵選搞笑藝人 成為企劃成員 最後由當時完全沒有人認識的搞笑團體 援研石獲選 他們也對這企劃的內容完全不知情 節目拍攝當天 他們就被送到了香港 拿到了10萬日圓 被告知說只能靠這10萬日圓 從香港搭便車到英國倫敦 才能結束通稿 很快的他們身上的錢也都花光了 只能開始打零工賺取生活費 這一企劃一拍就是半年 在他們成功抵達印度後 收視率也一路飆升 節目也將重心完全移到了這個企劃 其他的內容通通都被推遲 也讓松村的出場率大幅度降低 另外正在橫跨歐亞大陸的圓圓石 身心靈也正在飽受折磨 雖然節目有跟他們說 這是個隨時都能說放棄的企劃 但圓圓石還是選擇了堅持下去 他們每天的生活跟遊民沒兩樣 而跟拍的攝影師 就只是在一旁冷冷的拍攝 他也被下令不能提供任何的協助 最後在1996年10月 歷經了22000公里的路程 圓圓石才成功抵達英國倫敦 他們可能怎麼也想不到 本該是值得歡喜的成功獲選 最後卻是掉進節目組 精心策劃的陷阱之中 特別是有阿里吉 狼心状態 後來圓圓石在其他的訪談節目中也有說到 拍攝的過程非常的艱辛 在那網路還不發達的時代 完全無法得知日本當地的新聞消息 所以根本不知道這個企劃已經在日本爆紅 只能每天想著 到底何時才能抵達英國 結束這痛苦的生活 在這旅途的過程中 他們常常會露宿街頭 還有過10天完全沒有辦法洗澡的經歷 原本自期待的錢財 也都被製作組給沒收 而陪同他們的隨行導演與攝影師 更是不會幫助兩人 真的就是讓他們自力更生 圓圓石也為了存錢 最常有3天沒辦法吃飯 就算身體狀況不好 拍攝依然不會終止 他們一個月就瘦了將近13公斤 途中兩人甚至還有私下聊到 猜拳輸的一方就從車上跳下去 想靠輕聲來終斷這個節目 但最後他們還是熬了下去 好不容易抵達了英國 製作組就要他們再次挑戰穿越美洲大陸 便告訴援言時 他們舉辦了投票 絕大部分的人都希望看到你們 繼續完成下一個創舉 便要他們抉擇 是要馬上回日本 還是直接前往麥哲倫海峽 援言時他們兩人二話不說 就選擇了日本 此時他們臉上能看到的 只有疲憊和無奈 後來他們也透露 在回日本的途中 製作組是非常不滿的 因為他們早已在為很跨美洲的企劃做準備 而試寫的觀眾也對結果非常的不滿意 援言時回到了日本 並沒有受到觀眾們的熱烈歡迎 只有無情的批判 以及對他們不繼續這個企劃而感到失望 後來援言時也將旅途寫成了一本書 還成為了有250萬銷量的暢銷書 當然還是有理性的人 對這趟旅途提出了不少安全上的質疑 而當時的日本電視台社長 世家奇異狼便恢復了 綜藝節目的性質 不存在任何的倫理與道德責任 這一番言論也受到了不少批評 而電波少年的企劃 也繼續朝著更加激進與奇葩的方向發展 如果在座的各位 在家也想橫跨歐亞大陸的話 你可以參考一下 Surfshark VPN Surfshark VPN 就能帶你打破地區限制 讓你追劇上網更自由 而且它的功能還不止如此 獲取Surfshark 1 就能解鎖更多附加功能 Surfshark Antivirus 會提供你一套全方位的防毒軟件 保護電腦不會中毒 Surfshark Search 能夠讓你無痕跡搜尋 確保使用者隱私 Surfshark Alert 還可以掃描你常用的電子郵件 帳號密碼 信用卡資料 和身分證等等 檢查是否有遭到外洩 直接一條龍服務 保你滿意 而且它一個帳號 還能同時分享給多部裝置使用 讓親朋好友都能共享 現在只要點擊下方的連結 獲取Surfshark 輸入折扣碼快OZ 訂閱兩年 就能獲得一汽車的優惠 外加三個月免費試用期 試用後不滿意 還有30天保證退款服務 相當推薦有需求的人使用 而援岩石的成功 又讓電波少年有了新的方向 節目往後的重點 就是找那些名不見經傳的搞笑藝人 來實踐節目的企劃 很快的一團角無人機的搞笑團體 就被製作組選上 開始了援岩石沒有參加的橫跨美洲挑戰 他們在1996年11月3日 從智力出發 大便車這個單元也成為了節目的主軸 過去節目的主持人一哥松村 也只剩下吃蟹藥 然後想辦法去豪宅接廁所的 大宅便便的企劃餐村 3秒前 2秒前 1秒前 之後又因為他參加了一檔 在朝日電視台與電波少年為競爭關係的節目 還在節目中發表了支持聲明 這種支持敵人的行為得罪了電波少年的製作組 後來他也被逼得不得不辭職 在日後朝日電視台的放攤中 他也嘲諷的說道 過去因為電波少年的無預約企劃 也讓他成為了當地的黑名單人物 如今的他已經可以正大光明地走在路上 但他的演藝生涯也一度陷入了低迷 在1997年年底 無人機花了一年的時間 成功地橫跨了美洲大陸 成為了當時收視率 僅次於紅白歌唱大賽的節目 為這年的前進電波少年 畫下了完美的句點 松村離開後 無預約企劃等等項目都被喊停 1998年前進電波少年 也改了名稱 變成繼續電波少年 也因為參與的人員 基本上都是新人 所以只要參加節目 都必須像原言石那樣 一口氣拍攝半年甚至一年的長挑戰 中途不能退出 也不能有外界的金流支援 還規定要聯繫親朋好友 只能透過打電話聯繫 而拍攝的過程中 除非有生命危險 不然劇組都不能參與干涉 當時最火紅的搭便車系列 後來還推出了非洲版跟歐洲版 除此之外 還有把15個女生 放到無人島的 點播少年15漂流少女 以及用天鵝船 從印度踩到印尼的天鵝船之旅 跟這時期最火紅的單元 懸賞生活 參賽者會被關在小房間內 要靠著呱呱樂等籌獎活動 累積贏得100萬日圓 才能結束這個企劃 搞到了最後 還讓挑戰者冰松志明 患上了心理疾病 多次想親身 花了一段時間才恢復正常 當時製作組不斷推出各式各樣不合理的挑戰 也讓不少人在拍攝的途中受不了而逃跑 雖然那些放棄或逃跑的人 節目組最後也放過了他們 但大部分的人後面都默默地推出了演藝圈 觀眾胃口被養大後 挑戰的嚴苛度也越來越高 點播少年也越來越多的企劃都爭不到人 而招牌的搭便車系列 也走到沒有地方可以走了 外加各種新單元都是同樣的套路 同樣的手法 換個方式製作 嚴重缺乏創新 還有節目欺負新人藝人的他法聲量也開始擴大 被抨擊無視人權 迫害人才 導致收視率瘋狂的下滑 2002年9月 電播少年也迎來的停播 成為了被觀眾淘汰的節目 2019年 土屋閩南在付費電視台 瓦屋瓦屋諸事會社的座談會上被問到 會再製作類似電播少年的節目嗎? 土屋也表示 現在沒有電視台會願意做負擔如此大的電視節目 而瓦屋瓦屋的總裁就提出了 可以在他的電視台製作這個節目 電播少年非常適合在付費電視台中放鬆 於是2021年1月 土屋找回了松村和松本 在瓦屋瓦屋與YouTube上製作了新的節目 電播少年W 但內容都是在回顧過去電播少年的片段 同年12月 節目也播出了最終回 2022年1月31日 相關的社群頻道全數關閉 而隨著演藝圈的生態改變 與人權意識的覺醒 電播少年基本上很難再重現 也因如此 他也成為了特定時代下的傳奇節目 各位會希望電播少年再重製嗎?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內容 如果有任何錯誤或需要補充的資訊 都歡迎留言 我是VLZ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